前面是台南美術館 藝館 早期那邊是台南市的警察 警察局啊 這是警察局那個總局 現在後來改成美術館 藝館 啊右手邊這個就是古早的 台南市正湖 另外這一角是台南孔子廟 從台南孔子廟的一個角落 現在在等紅綠燈 等紅綠燈 好,走 好,走 鳳凰花 鳳凰花 古早的那個市政府大樓 市政府 現在改成什麼 我也搞不太清楚,現在改成那個叫什麼 是美術館 是美術館 這裡有一個裝置藝術 這是裝置藝術是什麼 這是裝置藝術是什麼 BOSS 這一隻是什麼東西啊 看不出來 它這個裝置藝術 它這個裝置藝術是不是 什麼東西 BOSS的 這是BOSS BOSS也有 也有出車子嗎 哈哈 BOSS也有出車子哦 搞不太,搞不太清楚 美術館 美術館 美術館很漂亮哦 這個古早的建築物 美術館就是之前 咦,應該是前兩 前兩年了吧 就是林志玲 在那邊 結婚,在那邊喜宴 晚宴在那邊辦的 就是在美術館 藝館 那時候還去那邊跟人家搶拍鏡頭 哈哈 好好玩 那這一棟是 台南古早的市政府大樓 市政府啊 我不太清楚 這一棟 市政府 古早的市政府大樓 這個 日記時期有沒有 日本政府有沒有在這邊辦公呢 我不太清楚 沒有深入給他研究 不過這棟大樓應該是很早 很早,很早期的 你看他,看他建築的樣子 就知道了 古色古香 哇,現在在修復 現在叫做國立台灣文學館 國立台灣文學館 國立台灣文學館 現在修復了 這棟大樓是很早期的大樓 看這一棵樹 看這棵樹就知道了 這棵大樓,很早期的 看這棵樹就知道了 這棵大樓 這很早期的 至少八十年應該有了吧 哦,我看應該不只哦 搞不好三百年應該有 三百年的話,我覺得應該 日季時期那個 日本政府應該有 有在這邊辦公才對 我是用歷史的那個軌跡來 來推算的啦 我不曉得這樣子推算對不對 三百年的歷史的話應該有 日本政府應該有在這邊辦公才對 我 我知道台灣光復也是34年 民國34年,台灣光復 民國34年,台灣光復 這棵建築物應該有 日本政府應該有在這邊辦公 啊這個現在在修復的這一間 這一間是台南市議會 早期的啊,早期的台南市議會 另外這邊吼,有一棟大樓很漂亮 你看前面這棟大樓,台灣土地銀行這棟大樓,很漂亮,歐式建築 你看他的柱子,他整個結構 整個結構很雄偉,這個很像台北的那一種 台北什麼 台北這個南洋街啊,湘洋街那一帶的 那一帶有這一種古早的那種 古早的這一種歐式建築啊,很漂亮,這個很雄偉 土地銀行這一棟很漂亮 這個應該也是很久的 我覺得應該,應該也都是 可能上百年應該有 我不曉得,可能上百年有 前面這一棟 在前方這一棟那個是 現在叫林百貨 林百貨 這棟市最大廣的大樓房 那棟就是這一棟的大樓房 這棟就是台南啊,臟大最高的大樓房 那棟就是台南啊,臟大最高的大樓房 就是台南啊,台南最高的大…的那個樓房 最高的樓房 0百貨 那時候好像是六層樓是不是,站樓啊,六層樓的樣子 0百貨 這棟樓是有經過修復的啊,有經過修復的,現在是修復之後的樣子 這棟樓,這棟大樓很漂亮,這棟...這不是大樓啊,這棟...古早的那個歐式建築,很...很雄偉 很雄偉啊,土地銀行 這棟樓,零百貨,這一棟也...也很漂亮 六層樓啊,0百貨,這一棟也很漂亮 我現在要過馬路 等紅利燈 一棟大樓 照一下這個土地銀啊 很漂亮的view 這個四角很...很漂亮 這棟大樓,實在是很棒啊 很雄偉的一棟大樓 看他那個柱子啊,看起來是...真的是很雄偉 這是台南市的中正路和...中義路口 OK,到這邊